聽得到嗎 大家好 我是北村 這次演安妮妓 安妮妓 沒想到這麼多人 真的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超開心的 來 我們這 曹大哥 來 大家好 大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次參與西門町很高興 在裡面演了這個熊媽的角色 然後最主要能夠跟我們 華秋生大哥的一起來演戲 這個是陸航三十幾年來 最開心的一件事 我希望今天現場 大家 每位朋友 你們掌聲熱烈一點好不好 黃秋生大哥 黃秋生 哇 欸 比比啊真的是不簡單 謝謝陶希平大哥 熊媽謝謝你啊 謝謝 黃秋生大哥不得了了 影帝級的演員 這次也這個 讓我們在西門町裡面 看到你非常精湛的演技 要不要跟在台灣的 大家先來打個招呼 我愛台灣 耶 謝謝 在裡面 聲音了 我們這個幾號麥 我們幫你看一下 幾號麥 三號麥 三號麥 可以麻煩稍微大一點點嗎 有了有了講了講了講了 好 來 黃秋生大哥 請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所以這次來 每一次來台灣拍戲 會覺得是一個 滿享受的過程嗎 嗯 每一次 對啊 我好像是第二次 對 然後來台灣 第一次是在無仙的時候 嗯哼 第一次拍電影 對 不是第二次 第二次啦 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我忘了 反正很少在台灣拍電影 對 希望將來可以很多機會在台灣拍電影 當然我們這個呢 大家呢 優秀的演員一起來支持好的劇本 然後呢 一起讓這個更多的觀眾可以進戲院來支持 所以那請大家再一次掌聲 謝謝我們的黃秋生大哥 謝謝 最後導演 聽說你個人是想要拍這個 東南西北系列的電影 西門町是你個人的第一部作品 所以呢 你這個希望透過西門町電影 給大家什麼樣的感覺 我希望這個 我從小在這個地方看電影 吃美食的西門町 能夠透過這部片子呢 然後讓 不論是熟悉西門町的 或者是不熟悉西門町的朋友 都愛上這個地方 然後同時愛上這部電影 更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部電影 把這些優秀的演員介紹給大家 然後也讓 台灣的螢光幕上面有更多 更多閃亮的巨星 謝謝 謝謝導演 用心良苦 也希望呢 大家能看完電影之後 可以更加喜歡西門町 這個台灣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謝謝我們的王偉導演 最後呢 我們要麻煩這個六位演員們 大家能不能利用短短的時間 來推薦介紹一下 明天 9月7號 西門町就要正式上映囉 我們呢 請大家來推薦一下 那我們從那個北村老闆 今天男主角吧 男主角先來嗎 我想說男女主角壓軸耶 好 可以嗎 來 北村先生先來 你去 9月7號 9月7號 讓大家分享一下好看的電影 西門町 掌聲鼓勵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熊媽 曹西平 讚 好 婕宇 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 在暑假尾端的檔期 算是非常可口的電影 希望大家可以 進西院支持 然後一定會給你 不一樣的西門町的感覺 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 進西院一起支持 明天進西院來支持 謝謝婕宇 來麻煩我們的黃秋生大哥 跟大家推薦一下西門町 好不好 唉唷 想一下喔 我要思考一下 因為有時候 我是很認真的 我們是很認真要推薦啊 推薦就是 因為它是果片 是 果片 叫 因為果片死了好久了 對 最近 今年已經有四部破譯了 對啊 你最近這兩年才就 有 就 復活了 大家都盡心了 大家都盡心了 不然就再死了 知道嗎 不會不會 明天我覺得 你不支持就死了吧 對啊 但是 那所以也要支持啊 對 要支持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希望這個 西門町也能夠成為第五部 在今年上 因為 你知道嗎 港片已經死了 那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不支持港片 是 所以我們希望 就那麼簡單 大家一起來支持 台灣的國片 謝謝 雨中心腸 這樣我都來支持了 真的 來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謝謝我們黃修生大哥 謝謝 來最後我們這個男女主角 安欣雅 麻煩你先來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國片 然後支持西門町 然後這部片有西門町的熱情 然後喜歡西門町 跟喜歡台灣的朋友們 都一定要支持西門町 謝謝 而且還可以聽到妳好聽的歌聲 對不對 對 還有結語的歌聲 對兩位有唱歌 謝謝 還有好的身材對不對 你的身材是 安欣雅的身材 當然他了 我的身材 天師的身材 都很可口啦 或許可以看到熊媽的身材嗎 應該 熊媽是附身罵人的 每天出來罵人 OK 那導演最後要不要 自己來幫自己勉勵一下 評審麻煩你 對 對 北村導演說得好 是 曹大哥呢 說得非常地對 嗯 捷羽呢 說得非常地可口 喔 黃秋山師傅呢 說得非常地認真 對 非常地支持 對 安西亞呢 說得太棒了 非常性感 對 很性感 她都幫我說完了 你要講很帥氣 所以總之呢就是 9月7號支持 黃語片 支持西門町 謝謝 謝謝評審 最後導演 做一個最棒最棒的ending 好 我覺得這部片子 導演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扮演了非常微小的角色 那也希望我小小的努力 能夠讓這些演員 鮮活地呈現在螢幕上面 然後成為大家永恆的記憶 成為大家對西門町永恆的記憶 所以希望大家鼓勵這部電影 也給這些演員 最熱烈的掌聲 最熱烈的支持 謝謝 請大家給我們的導演跟演員們 最熱情的掌聲 謝謝 祝福這個西門町 在明天上映票 防長紅 讓舞台上麻煩我們的工作人員 幫大家送上戲